新来在上礼拜得到了第二轮的欧盟纾困 然后呢在这个礼拜再次得到了IMF对它的纾困 许多人说欧债最危机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那么在这个时刻大家关切的 是欧洲的经济如何发展 是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不好呢 今天告诉你有一个产业相当的例外 它是来自于台湾的自行车 在西班牙也是有所谓失落的一代 年轻人失业率是几乎到了破50% 接近49.8% 一位西班牙的爸爸不忍心女儿出外找工作 不喜欢他离开西班牙 于是他帮他女儿开了一家店 而这家店卖的就是台湾的自行车 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 当我们在马德里巴拉哈斯国际机场 见到西班牙航空柜台铁门申锁 还是免不了一阵感叹 这家西班牙第二大的航空公司 在2012年1月底突然宣告破产 成为过去六年来 西班牙第三家倒闭的航空公司 所以当西班牙人告诉我们 这是五十多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时 他们说的不只是天气而已 在两个岐港的外国就得到 weekly铁门的一个冬季时 却选择此时在西班牙展开大胆的扩张计划 和各地经销商联手创设品牌概念店 十年前正是台湾美利达布局西班牙的开始 下着每年营收成长20%以上的不败记录 这道从台湾飘洋过海而来的绿色火焰 现在成了西班牙紧缩政策下的一个艺术 本夜是餐厅老板的Jose Louis 因为房市泡沫化害他的餐厅生意掉了四成 员工也从15个人才到剩下8人 两个多月前他加入美利达经销行列 以将近13万5000欧元 大约新台币540万 在马德里附近开了这家概念店 他就是Jose Louis的女儿 21岁的Natalia 还在大学读法律系 Jose Louis不想女儿变成失落的一代 于是为他开了这家店 可惜不是每个西班牙年轻人都有个副爸爸可依靠 27岁的豪尔赫是另一家美利达概念店的兼职技师 每天下午他都要去上大学预备课程 准备将来主修心理学 是为了奥尔赫的同事 29岁的他在这一行已经十年了 尽管多数时候 每个月薪水加奖金只有1000多欧元 他依旧很满足 今天是最后的一天 是在这里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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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今天晚上 是在我身上的 当然在我身上的 是在我身上的 就是在我身上的 我身上的 和我身上的 一会儿是在我身上的 家里的 或许就让年轻的梦想 从一辆自行车开始吧 时代正在崩坏 微小而确切的幸福 更显得民族珍贵